有一些資訊要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敬平哥提到的 在凱旋院的部分 會在8號開始已經要申請了 這個是可以適用於青年補貼方案 那如果您符合是中低收低收入戶 或是家庭的年鎖的總額在133萬以下者 在單人房雙人房不同的補助 那最高可以大7000元 那當然他們還是不禁想問 那既然你敢問我說那你的幼玉財報 那我們做到了 那你的態度呢 尤其這個態度也包含像新北他們想要 剛剛提到的去丈量 那但是丈量這件事情持續的撲空啊 1月4號到場之後賴家無人在場 那財政局呢也呼籲賴家要配合稅籍的設立 於房屋稅核的課程去 來善盡國民因依法納稅的義務 曉不到靖總還在批說 這都是新北市府的惡意操作啦 但博議員我要請教的是 今天的侯友宜的每日疑問賴清德 重新回到的最近 被賴清德給濫用 跟之前他回答民主 什麼都是民主來用一樣的 就是中共戒選 好既然你要一直不斷的 提到中共戒選 那羅智政的影片 這樣的一個不雅影片 是中共戒選的話 為什麼不敢 儘速的來查辦 還給大眾一個真相呢 因為我們也知道 其實曲美鳳在那天 當天他就立刻有把一些相關的影片 也都已經承報給檢方了 那應該24小時是可以出爐的 以現在目前的科技技術 亮哥也講到身衛技術並不高檔 因為台灣呢有很多的網路高手 可以比對每個人的角度身體的特徵 一天就可以查出來了 所以剛剛提到的態度部分 賴皮聊是一個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談的高端是一個 還有你下面的這一些 要選立委的候選人 如果都用一個 不管是先潑髒水 別人處理了沒 我都是惡意操作 中共戒選就可以來解答的嗎 民黨對於只要不敢回答 不會回答的問題 很簡單 方法就只有一個 通通推給中國大陸 都是中共戒選 都是老共的錯啦 他們都沒有錯 我先講一個我覺得最好笑的 就是這個賴清德老家 換員警來戰哨這個事情 我真的是不曉得 哪一個豬隊友 給賴清德賴清辦的建議 因為這種做法不只 讓一般的民眾不高興 甚至是連賴辦的人 可能都不高興了 為什麼這麼說 先講第一個 派員警持續在沒有人居住的地方 看哨 花不管是人民的公帑也罷 花這些警察的心力勞力都罷 對於民眾而言 觀感一定不好嘛 為什麼都已經 你都要公益信託了 幹嘛還要派人在旁邊偷偷看 怕有問題呢 為什麼要浪費這個人力勿力呢 所以對一般的民眾 觀感很差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失敗的地方 第二個我說 可能是更失敗的地方 可能是來自於賴清辦 有可能啦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如果 如果派員警在這邊盯上 24小時都有人保護賴清德老家的話 那在選舉最後的時候 賴清德要怎麼樣 如果選情不利 要怎麼樣來打悲情牌啊 如果在最後一兩天 發現有人去潑紅漆 去上面寫一些不雅的文字 又說是中共的戒選 不是賴清德又可以增加他的身世 再打一波悲情 再打一波 人家無辱他先祖的感情嗎 但現在因為有警察看 所以沒有人敢去潑了 所以這麼東西 對於賴清辦而言 我相信他一定也不是希望 看到這種處理方式 但偏偏 不曉得 可能警政署高官 可能想要拍馬屁吧 偷偷地還是派人去監督 守衛他的房子 造成的結果就是反效果 對於民黨選情 就是一個失敗 再來我要講 關於這個去新北市政府 派人去現場勘查 包括去畫這個線啊 等等的一些資料 我真的拜託賴清德 跟拜託他們的禁辦 真的是不要瞎扯 到現在還在扯說 是新北市政府在找他們麻煩 新北市政府小動作一堆 我相信這個喊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了 還要怎樣 大家看一下 他上面怎麼寫 他說僅定於113年1月4號 上午10點30分現場勘查 房屋內部 拜託請你 撥控要出席啊 約好十次了 然後還講 如果你無法出席的人對不對 如果你無法出席 請派代理人出席 或者是來文告知更改時間 都可以啊 就是不管你來不來 不能來 有事我們都會配合你 請問一下 新北市政府都已經做到這種程度了 你還要他怎樣 你是非要把這份文 親自面交到賴清德手上 你才高興嗎 你才認為這個叫尊重 你們賴清德副總統 認為這個樣子 國民黨 包括新北市政府 才沒有在惡搞你嗎 我覺得真的是 扯了非常非常遠 什麼都要扯到中共界選 那問一個問題 那你乾脆說 蔡其昌 鄭文燦 林志堅 江沖淹 何博文的論文 都是因為中共見血 所以才造成他們論文抄襲事件好了 很多事情 是黑就是黑 是白就是白 不要到了選舉最後幾天了 什麼東西都亂抹黑 都亂抹紅 只是為了你的政治的利益 要這種這種做法 最後真的倒霉的 不會是你賴清德 也不會是民進黨 倒霉的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未來 以及我們全台灣民眾 接下來的福祉罷了 對 而且剛剛講到的是 我們接下來談的是高端題 楊明哥其實這幾張照片讓我們覺得非常有感 也當然也會想起這個上一次的畫面 好先講就是昨天王宏偉打出來的 就是由這個薛瑞元衛福部長 還有這個應該還有莊仁祥嗎 他們一起去會見的是賴清德的警辦 像是潘夢安像是陳世凱 這樣的畫面王宏偉就不禁想問你 為什麼上班時間要去會賴辦 所謂何來呢 不過行政中立即著開會要喬什麼要滅政嗎 還是要喬誰出來扛 這個時間點應該是在1月3號的上班時間 由這個薛瑞元莊仁祥去見了 潘夢安等人的賴清德的進辦的人員 上一次什麼時候 也曾經在2022那時候 在這個陳時中的辯論會之前 他們也夜會過陳時中 當然賴辦現在的說法是說 我們要商討這個立法院 可能要開臨時會的內容 可是我們都知道 如果真的要去商討臨時會的一些工房的話 你不應該會見到他們 你一定會見到這個 不然你可能會見到立法院的民進黨團 去會見柯建民等人 但有潘夢安陳世凱的出現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代表進辦治國 現在就是由進辦來治這個國家 其實在路上那個廣告裡面那把鑰匙 早就交給賴清德 蔡英文根本不管 現在要不要公布賴清德嘴巴上說要 但是你看為什麼進辦要進去 進辦要做危機控管嗎 會不會影響我的選情啊 哎呦 先確認一下吧 哎呦 我們這個賴清德講太快了啦 會不會合約裡面真的有不可告人的內容啊 所以以這個事情來講 我們來回顧一下這個時間點 對 賴清德是在12月30號 電視辯論上面說 他覺得既然價格都已經公開了 這個合約應該要公開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好 現在過了一個禮拜了 有公開嗎 然後呢那個陳時中說 這個封存30年不是 是保存30年 然後呢說什麼跟這個高端 有5年的保密條款 所以如果要公開要高端同意 薛瑞源說要高端同意 陳建仁說要高端的 懂那個叫股東會同意 結果後來王必勝說是內部程序 內部程序懂事會就可以了 你看他們自己內部 哎 明明都開了一個串工會議 他們還搞不清楚耶 他們這些官員還搞不清楚耶 還在喬耶 結果最好笑是什麼 就有網友就發現 去年 應該是前年啦 2020 就是當初他們在這個簽約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高端 他們的重大訊息 就是在金管會上面 上市公司嘛 重大訊息說 因為那個合約 因為採購機關要求 所以呢必須要予以限制 就不能公開 是採購機關要求 那現在怎麼又推給高端 說高端說不行 好 所以第一個是 合約的部分 他們這個公開通明是假的 就如同賴清德的公益信託一樣 都是假動作 那這個假動作的用意為何 就只是辯論嘛 哎呀我辯論就只是要讓大家 哎呀好了好了 這個高端的議題我們跳過 跳過 卡管 跳過 今天會爭議 會引起大家討厭的這些事情 只要是討厭民進黨 我們通通跳過 通通跳過 選後再說好不好 等我當選 等賴清德1月13號高票當選 我跟大家講 這個之後我們再來研究啦 好不好 但是我嘴巴上都會說 我會公益行託 我會公開這個合約 好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他們誠信上面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這一場會議 因為他是發生在民進黨 那個 那個黨團總召 柯建民的辦公室 那天是這樣 早上 曾明忠他們 這個國民黨團 開記者會說 他們將要提案 臨時會 召開臨時會 那這個當然其實我 這個上個禮拜 也次見過 對對就是我們在 這個大爆掛裡面 我們也都建議了嘛 就是說要用這個方式逼迫 因為我們就是知道 民進黨一定玩假動作 一定玩 一定打假球 他們不會真的公開的 既然賴清德表態了 如果你國民黨 沒有去刺激民進黨 要求他們 每一個人都表態 他們絕對呼嚨就過去了 所以賴清德的表態 根本沒有意義 這證明了什麼 這證明了賴清德現階段 就是他只是想要把選舉撐過去 好 我們回來看 這天下午 早上國民黨開記者會 下午馬上 召集敬拜 召集衛福部 好 衛福部就出問題了 你衛福部跟進辦人員 的互動的用意為何 對 沒有你去見 柯建民我覺得 如果今天真的是講 臨時會 只需要柯建民 只需要衛福部 搞定了吧 了不起加個行政院的官員 潘孟安有公職嗎 陳世凱有公職嗎 我就問這兩個人 在現場的用意為何 賴清德進辦的發言人 也有立法委員好嗎 也有民進黨立委 你為什麼不讓 有公職身份的人 去參加這場會議 一定要高到潘孟安這個層級 要高到有總幹事親自督軍 表示什麼這個事情很重要 對 非常重要 不能 他們一定是去下軍令 就是說選錢不可以 選錢一定要擋住 然後呢 也許就是最後就推敲出來 不然這樣 推給高端好了 讓高端決定 這樣因為高端 至少要開董事會 董事會一月 哎呀可能是二月才會開 一月底 可能每個月開一次 一月底 這樣就拖過去了 反正他們的用意 也許就只是把選舉拖過去 那我覺得潘孟安你看賴清辦 始終沒有解釋 為什麼潘孟安要去參加這場會議 只有薛瑞人講嗎 薛瑞人說呢 當天前往了柯建民辦公室 討論這個臨時會議 那至於潘孟安為何在場 並不是我的事嗎 對啊這本來就不關 不關潘孟安的事啊 那為什麼在呢 那表示這個國家的 我們現在這個政府 在選舉期間的 這個叫做政治體制是有問題的 沒有公職身份 只是選在臨時組織裡面的總幹事 他可以過問政事 可以過問重要的政務的事情 連要不要開臨時會 臨時會要討論什麼 他都可以干預 未來的賴清德當了總統 你就知道 以後的國會 就是賴清德說了算 所以絕對 如果你國會立法院 再讓民進黨過半的話 那真的那個 那個不是中華民國災難說 是賴清德會帶來災難說 以後的國會 只要立法院 是由民進黨過半 賴清德當總統 他會通過很多 讓大家匪夷所思的法案 例如像今年 這個所謂的選霸法 排黑的條款 就是排黑很好啊 但是理論上是什麼 理論上是我 這一次我排了黑 理論上過去 過去的這些 那個所謂的這個罪責 是不用算的 就要從這一次 以後的罪責來開始算 就是說你這個 這個法例的出來之後 有這些前客的人 你才不能參選 可是這一次是 很抱歉喔 過去二三十年 你只要有什麼什麼什麼 通通都不能參選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可能會 違憲 有侵害人權的部分 他們通通都不可以 這就是賴清德 賴清德作風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 這個事件只是 就是這個叫做 九牛一毛 他只是看出 我們現在民進黨的政府 有多麼的傲慢 他們的以 他們不是以當領政 以進辦來領政 這是很可怕的 那當然下禮拜 國民黨要進行超越協商 那我是知道 民進黨絕對不可能 讓這場會開成 我們就等著看 看他們 大家一定要記錄起來 誰反對開零食會 誰就是反對高端公佈 這個相關的合約 就是反對賴清德 就是反對 意思就是說賴清德 他在電視辯論會講的 完全是一派無言說謊 感謝我們的網友和仙 現在等於選舉公報上面 賴騷配證件列的秘密麻麻 其實阿德真的不用這麼麻煩 只要三個字就行了 在路上 對他確實有很多事情 都在路上 剛剛隨便講 他講了他自己 要公益信託在路上 他要公開的高端合約 七天了 蔣萬安市長也特別提醒 七天了我沒有看到 你的最新回應是什麼 那要談些什麼呢 因為看起來 像是亮哥他的解析 就認為 你薛瑞源今天要去見到 賴伴的人 百分之百是政治事件 民進黨可能有點忐忑不安 應該是想要核實一下 薛瑞源手中的高端資料 跟黨關係有多明確 他也講到可能就差那麼一步 也許就會變得有問題 就可能會是一個這種 等於從股東跟黨員的關係 就會變成政治弊案 所以要去做確認 所以我就問敬平哥 到底是在清德在 誇下海口贊成公開合約的時候 他是搞不清的狀況 還是他不知道後面沒喬 好現在才要來緊急喬呢 還有後面的行政團隊沒有 因為都是蔡英文的人馬 這個完全跟不上 從蔡英文到蘇貞昌 到現在的這個陳建仁 不是賴清德在組閣時候 那一套人馬的 雖然這一次的這個高端的高官密會 這個衛福部長薛瑞源 親自帶他的次長王必勝 還有這個機管署長莊仁祥這些人 去這個跟老柯密會 但是你可以看到 之前在討論高端的這個事情 賴清德等於是在電視辯論會上 被動的這個承諾 也願意支持公開這個高端的合約 他這次不是主動 是被動的被這個侯友宜每日一問 你看現在這個 柯文哲也每日一酸 侯友宜每日一問 他才被動去這個公開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行政部門幾乎沒有同調 首先是這個看到衛福部的說法 要高端股東會同意 要高端同意 高端的這個高端就說 如果要同意的話 那就莫德納 BNT AZ 大家一起公開 不能只有我們公開 就是打死這樣子 死皮賴臉的一樣 那好 那現在 後來行政院長陳建仁又說 這個必須要股東會同意 股東大會 結果王必勝又說 沒有啊 內部程序是只要董事會同意 所以到底董事會還是股東會 那內部程序到底是 陳建仁打臉王必勝 還是王必勝打臉的陳建仁 講話都沒有口徑一致 然後步調都不一 可是你對照賴清德之前 提出來 看到侯友宜提出的長照 八十兩秒免策 免提供的證件 馬上也要提出來 他的相關的長照證件 他提出來的這個 青年的這個學子的 有關於學費補助的證件 他提出什麼證件 行政院馬上就兌現 各部會 不管是教育部 衛福部 馬上就宣佈 馬上就還有包括 這個侯友宜提出來這個 農民的這個津貼 那結果沒想到農業部 這些全部都跟進 很快 那這一次衛福部跟 這個行政院 反而是左之右處的 而且講話不同步 然後 甚至好像問東就要打鼻 問東打西 這樣完完全全 牛頭不對馬嘴 你就會覺得說 賴清德啊 你身邊後面這一群 到底是豬隊友還是怎麼樣 結果這時候豬隊友啊 馬上想到說 國民黨團要開臨時會了 趕快去跟老柯報告 還把這個潘孟安 跟剛剛講的陳士凱 一個是霸言人 一個是總幹事 找去這個老柯的進辦 我就問啊 今天那個 這兩天高端 這兩天那個衛福部啊 他們也有講 跟民進黨都說 哎呀這個是因為 國民黨團不是說 5號要開臨時會嗎 那下禮拜一要朝野協商 那當然要跟執政黨黨團協商 討論一下啊 那好如果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那請問你 提出來黨團協商的是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並不是民進黨黨團 那國民黨黨團提出來之後 獲得時代力量跟民眾黨黨團 這兩個在野黨的黨團的支持 請問你 薛樂園 你為什麼不帶著莊能祥跟王必勝 在拜訪王老柯 柯建民他雖然是民進黨的執政黨黨團 他的這個老柯是執政黨團總召 但你好歹去轉個彎 去立法院國民黨團辦公室 或者是跟曾民中約好去拜訪曾民中吧 曾民中再怎麼講 他也是現在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的總召 你怎麼不去拜訪國民黨團呢 你怎麼不去拜訪時代力量的王婉瑜呢 你怎麼不去拜訪民眾黨黨團呢 在野黨黨團 其他三個國民黨 時代力量民眾你都不拜訪 那你現在說是為了喬臨時會的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5號說要開臨時會 那下禮拜要朝雨協商 到底要不要開 要跟他們討論 那你只找直戰黨 你不找在野黨其他三個黨 你是藐視國會啊 你是藐視在野黨啊 你心裡面完全沒有在野黨的這個國會議員啊 那你還跟我說完全直戰完全上路 你去走黃泉路啊 所以你莫名其妙啊 你只找老柯 老柯的職權大過的立法院長耶 他大過的游錫坤耶 所以民進黨這些不分區立委 你們還要讓他們繼續連任啊 這些簡直是爛物耶 爛咖廢物耶 簡直是問亂國家的這個執政 和立法院的這個國會議事的這個程序啊 竟然在立法院朝野協商 先去找老柯喬 而你這樣喬就難免 因為你越遮遮掩掩 你越不想公開 你說合約要公開 那高端就拖拖拉拉 你也沒有辦法對高端也怎麼樣 你不敢強制高端 這看得出來 過去疫情兩年三年 你們怎麼多麼呵護 多麼呵護高端 多麼幫高端的講話 只要有人質疑 高端的這個臨床實驗有問題 只要有人質疑 高端的這個獲得EUA 他的這個整個緊急的過程 和他的程序都有問題 不是屬於原來的程序正義 跟原則包括中研院的院士 陳北哲 都公開的跳出來質疑 你衛福部薛瑞妍 你們這些高官 還會出來幫高端 然後去講話說 你們講話小心一點 叫這些學者專家 叫陳培哲這些重研院士 講話小心一點 公然的恐嚇專家學者院士啊 記不記得 我是喚醒大家 兩三年前那個疫情的這個回憶啊 結果現在 還在幫高端遮遮掩掩 這證實了 老百姓對你 就是有一種信賴上的疑慮嘛 不是人民不想信賴你們 這個信賴 而是信賴到最後 你們用這種恐嚇的方式 然後再來遮遮掩掩掩 把衛福部當做這個遮羞部 把老科的辦公室和賴清德的辦公室 當成整個操縱國家機器的樞紐 整個全部亂的套啊 而且賴清德也不在 賴清德 跑他的選舉行程 就交給競選總幹事 跟他的這個發言人 請問你衛福部變成了賴清德競選分部嗎 老科的辦公室也變成你們在討論這個事情 所以不只是剛剛陽明兄所講的 你用進辦來領政不是一黨領政的問題 我覺得這叫什麼行政戒選 用現在最吵的一個名詞 你們喜歡講中共戒選 我就叫你行政戒選 公然的行政中立違反不止喔 行政中立是時候我去幫陽明站台 我是官員我白天上班時間 我一定說我請假的啊 我今天雖然是一到五但我請假 所以我可以去幫陽明站台 我陪他掃接 那我就是行政部中立了 還是會被罵行政部中立 好 可是我現在是上班時間 我就來跟你喬 還把這個你的選舉的總部的人都找來 然後去喬這個事情 你是要幹嘛 去對那一千名的綠友友嗎 綠友友股東 高端的股東 然後要從老科那邊辦公室 然後再叫民進黨秘書長徐立民 這樣子一起過來 然後開始去對一下說 還有哪些黨員大看 還有哪些股東 然後甚至高端的股東 不是傳出來 捐給民進黨政治獻金 440億萬元 不是被侯安庭踢爆了嗎 那我們要這樣對一下 還有捐多少錢 還有哪些那個民進黨的公職人員 立法委員議員 都有收到他的政治獻金 然後有多少的這個股東還沒曝光 是要對於這個民進黨黨員 有高端股東的身份是不是 所以跑到老科辦公室去 對把民進黨秘書長給找來 那這一些集合的民進黨高層 民進黨秘書長又結合了賴清德競選辦公室的高層 總幹事發言人 然後一起到老科的辦公室 唯一有立法委員身份的就是老科 其他人都沒有 然後還把這些高端的 那個衛福部的這個牽扯的 所有的高官都一起找進來 你在那邊公然的敲 難怪人家會覺得 衛福部變遮羞部之外 而且是黑箱作業 完完全全沒有公開 你如果真的要讓人民的疑慮給消除 是不是就直接把合約直接公開 不要一直在路上 然後把它這個整個公開透明 然後這個把它的數據 大家會相信科學數據 把你那個合約的這個內容文字 給大家具象化 而不是用這種方式 我還是回答 回覆他們 這行政界選 你們一天到晚罵在野黨 執政黨公然用這種行政資源 介入選舉的方式 行政界選的帽子你們戴得起嗎 其實我們要來講一講 剛剛講到侯進辦 其實趙康他也特別針對了高端這個議題 他要來質疑了 他說呢 為什麼在台灣什麼都是秘密 在民進黨執政下 不管是博士論文也好 深等論文也好 高端也是秘密 跟國外的疫苗合約也是秘密 而且秘密就是30年 又不是威士忌越成越香 為什麼要保持30年 我不知道是不是Johnny Walker 但他說侯友宜當選之後 會通通解密 讓大家看得清楚 可以看得更明白 也拉出了跟民進黨 在這一波處理的高度 侯友宜當然也想要問 為什麼時間這麼剛好 會出現在這邊 而且是跟錯誤的人 人民都會覺得 是不是在串政 還是在湮滅證據 但無論如何 博議員其實昨天 不管陳人中也好 或者是衛福部的 這個官方的LINE 都很急啊 因為我那個還忘記退了 所以我還在這個衛福部的LINE裡面 就一個跟我們大家講 什麼是造謠啊 然後陳人中的這個臉書 也特別跟這個呼籲說 造謠者請停止你的行為啊 防疫到現在啊等等 他也講到說 司法機關在檢視過疫苗 採購合約之後 相關的舉發有63案 都是查無不法全數千結 那當然蘇伊鳳醫生他問的 也是我們想問的 就是為什麼衛福部的官員 你們要一直一直的幫高端來解釋 幫高端來開會 幫高端來開記者會 你跟高端之間關係有這麼好嗎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侯漢廷的部分 他當然也給出了一些名字 就是在高端他們政治獻金的部分 這些名單也包含了我剛剛提到的 陳時中 蔡其昌 鄭運鵬 那我比較想問的是 高端的這一局 在2022的九合一 已經讓民進黨摘了一個 很痛的一個慘痛的教訓 今年要繼續摘嗎 我覺得民進黨還沒有辦法 從高端的這個捏造中走出來 不是他們不走出來 是他們不想走出來 先講為什麼 我覺得重點還是在於 內部可能有一些 說不清楚講不明白的東西 連賴清德自己都沒有把握 因為很簡單 薛瑞源王必勝 在1月3號上班的時間 與賴清德競選辦公室的人見面 如果他們的理由是 賴清德 包括賴清白 想要提出一些衛生福利相關的政策 我覺得大家還比較可以接受 就沒想到他們的理由是 為了立法院開臨時會的事情 這理由是騙小孩子嗎 先問一下啦 剛剛我們講到了 不管是陳世凱 潘孟安 他們兩位是立法委員嗎 跟立法院開不開臨時會 有任何的關係嗎 完全沒有任何的關係 然後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絕對超過半的 也就是最後要不要開臨時會 還需要討論嗎 你民進黨想開就開 你不想開沒有人可以逼著你開 所以這些東西擺明的 通通都是謊話嘛 當然我們就會合理懷疑了 這一次的迷惑應該就是要談高端疫苗的事情 要知道高端的股東名單 有多少是民進黨黨員這個問題 我相信絕對是賴清德陣營目前 最想知道跟解答的一個問題 因為畢竟賴清德一個禮拜之前才大辣辣 很高調的講說 他願意公開高端疫苗的採購合約這個事情 要是賴清德真的把它公開完之後 發現如果真的綠營有很多人是 跟高端的採購疫苗是有著說不清 講不明的關係的話 那如果賴清德不小心把它公布完之後 對於賴清德的選情絕對是重傷 擺明就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所以這次的命會我真的認為 就是賴正寅到柯健民的辦公室 然後跟衛福部的人 大家來討論一下這個相關的細節 對一下資料到底名單是如何 到底是什麼情況 這個才是合理的解釋嘛 但是不管他們怎麼做 我覺得有一個人真的是無法忍受寂寞 而且最好笑的 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就是陳時中部長 他還傻傻跑出來護航 這個蔡政府護航高端 他說什麼 他說高端疫苗合約 封存30年是錯誤的訊息 希望造謠者都能夠停止 拜託 目前沒有人提到這個封存30年的事 你還自己跳出來講到 這個封存30年的事情 不是擺明就是火上加油哪壺 不開停哪壺嗎 而且以陳時中部長您的態度 之前只要有人誣蔑你 你是怎麼做的 他直接提告啊 他完全不手下留情人 就是提告 結果到現在 居然這麼溫和這麼好心的 只是希望造謠者能夠停止 是代表你心虛啊 是代表了高端的疫苗合約 真的有問題 所以你不敢提告 要知道陳時中 現在是台北市競選總部主委 賴欣德的 然後另外一個 新北市競選總部主委 賴欣德的是誰 是宇天 現在這兩位主委 一位台北市主委大嘴巴 另外一位主委神贏 兩個最重要的北市的選區 賴欣德最需要 依賴的地方人士 現在有稍微付出一點了啦 對 一場而已 又不見了 又消失了 對立法安法院的選舉 不聞不問 我只能說 不曉得賴欣德 你現在有沒有後悔啊 新北市主委找陳時中 新北市主委找余天 台北市主委找陳時中 結果這兩位對你的選情 目前看起來一點幫助都沒有 通通都是豬隊友 這些事情我覺得賴欣德 比較想清楚 連你自己的團隊 自己的人 都不能夠好好的安撫 跟收容他們的心 你要怎麼樣來爭取 中華民國總統這個大位 要怎麼樣來治理國家 讓全國的民眾安心 如果你不能做到 我真的建議你 你不如就不要去選下去了 因為你選下去 對於整個國家 只會是災難而已 是我要另外外插一提 也跟陳信有相關的 可能賴欣德要好好處理 就是我想要請問楊明哥 是蔡正元委員在他的臉書 在稍早的時候爆了這個料 他講的是林靜宜 也就是中俄選區的立委候選人 他說你的碩士論文是否涉及抄襲 那他說本版的臉書 接獲台大人士的檢舉 說林靜宜在取得 台大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 他的論文可能有涉及抄襲 而且他發現這抄襲的重複率 可能高達27% 整個碩士論文有7052字 但是有抄襲重複的有1904個字 下面就有一些的相關的被抄襲論文的段落 他有去寫出來 還要特別請問林靜宜 到底是否有抄襲論文來獲得碩士學位 那我剛剛到其實在這個最後的時候 我還在稍微滑一下 目前看起來林靜宜的臉書都還停留在 他剛剛跟這個行政院長陳建仁一起在霧峰掃街 用車掃結束了 還有釋放了一個廣告 那除此之外 我沒有看到他針對這一塊去做回覆 反倒只有他今天早上開著記者會 去質疑嚴寬很有隱匿財產的事情 他也向監察院具名檢舉 全戰10天內了喔 那楊明哥如果真的屬實的話 怎麼處理呢 反正應該也不會即刻被查出來吧 不會處理 對啊不會處理 不是啊 台大沒有認定啊 不是就是蔡正元委員公佈這個 第一個你沒有內容嘛 我都說了這個 你論文抄襲指控第一個 你有沒有去跟台大校方檢舉了 有沒有進入學人程序了 如果今天是台大校方認定 有確知有抄襲 好 才會對選情造成傷害 所以現在的指控我覺得就是 這個就是政治攻防 那對林靜宜來講他都可以說 我就是這個是對方 我歡迎他去檢舉啊 我什麼樣什麼 唐蕩蕩啊 什麼都可以接受檢驗啊 對於候選來講 這樣的攻擊沒有意義 不會造成任何傷害 這些英文我就問哪些 以這個台中第二選區的選民 你就問這個 這個你光看什麼 早期人程 貧血余母 血糖氏 症什麼 這個篩檢 未陽性綠枝關聯 你拿這個論文題目給他們看 他們都看不懂 所以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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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當然就是叫做選舉的政治攻防 那只是說 因為林靜宜過去都是 哎 自以為自己是一個很優秀的 這個婦產科醫師喔 那如果他的論文被指控有抄襲的問題的話 他當然要自己要出來說明清楚啦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後續的血輪的程序會不會進行 這個是後續啦 這個對 但是在選舉你要知道現在只剩7天了 就是 但是 在選舉只剩一個禮拜的狀況下 打這個議題沒有 不會對選情造成太大影響 因為沒有人能夠判準 台大學輪會也不會在選前做出定案 所以呢 這個就會變成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就是這樣一個選舉的議題 我不認為這個對林靜宜 但林靜宜的選情 應該已經不太好了 就他本來就已經在這個地方 因為畢竟他在補選也才贏8000多票 所以這個地方他本來就沒有那麼好選 那麼穩 在這一次盧家軍 在台中尤其是藍白合作的這個狀況下面 那對綠營來講 這個包括他的選區 包括莊敬成的選區 本來就是藍軍要翻轉的兩大目標之一 就講到這裡就好了 但是桃園的部分就要請問津平哥 因為很有趣 我們剛剛講到侯漢廷他給出的 那一個綠營的多人收取過 這個高端的斗內啦 就政治獻金 那他的名單 我們剛剛也稍微跟大家講到的 譬如說陳時中也在內啊 還有蔡其昌啊對不對 然後鄭運鵬 那講到鄭運鵬 我就必須外插稍微聊一下 鄭運鵬的 因為我昨天剛好在滑IG的時候看到啊 我就覺得詫異 就鄭運鵬到底這個 是不是選戰策略上面偏有趣啊 他昨天的車嫂的這個人選 應該是前天了 他找的是四叉貓陪他一起 那沿路去做車嫂 那要講到車嫂當然要這個 延伸閱讀也輕易幫我們再評 這個在路上這麼夯 可是真實版的在路上現在被瘋傳的 就是另外一位也在桃園選立委的彭俊豪 他昨天應該是跟蕭美琴一起在車嫂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影片影片非常精彩 就是他們過去的時候 這一位大哥他是非常用力 他還有他旁邊的那一位 非常用力的在比搗戰 那才被說這才是最真實版的在路上 因為主子在車上人民在地上 蕭美琴在車上人民在搗戰 我們不確定他是因為過不了街 所以他搗戰 還是他真的就是對執政黨很不滿 但這樣一個嫌疑的畫面看起來還是蠻諷刺的 這個昨天白天我在跑行程的時候 我也有看到就是蕭美琴陪彭俊豪 在中立的這個大嫂街 那中立市區因為這兩三年 從鄭文燦時代開始 就不斷的在進行這個桃園南區 尤其是中立地區的那個污水下水道的這個 管線的幹管接管工程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工程 幾乎整個中立市區都陷入像一個大工地 動不動那個馬路跟路口 還有很多的這個車道 兩個車道變一個車道 就是圍起來其中一個車道 四個車道可能變兩個車道 然後車道都圍起來 圍裡圍起來 路口也圍起來 然後交通本來就已經很不順了 就是卡卡的 然後昨天那個 因為蕭美琴跟彭俊豪要來之前 他們做了那個 除了上面那個戰車之外 前後都還有很多的車子 包括前面還有警車開到啊 後面還有國安特勤那邊 一大堆很常常的這個車證 然後每一個警察都在每一個路 很多警察都在每一個路口這樣子 執勤 一個路口都要放三個警察 兩個到三個警察左右 所以很常 整個中立市區 包括搜狗 新生路 大同路 中央西路 中央東路 環北路啊 延坪路啊 幾乎都是他們這樣繞一大圈 然後我看到很多人 這個騎車開 因為我騎摩托車 騎車開的人都在那邊不爽 然後有路人就開始比到站這樣 然後就 因為這個是在那個中山路那邊 這個是在中山路 中立的中山路跟那個鹽坪路口 土地銀行跟這個合作金庫的旁邊 對面是加油站跟一個賣那個 日式牛肉丼飯的那一連鎖店那個 那個路口 所以很多中立人 對他們這個造成的交通的這個 整個卡卡更不順 更優勢非常的這個不爽 有點類似當前兩三天那個 新北市鬧出來那個賴貧瑜造成大規模的民怨 是一樣的道理 對 所以我看到蕭美琦跟彭均豪 還在路上很高興啊 揮手啊這樣子 然後我這樣子 我看彭均豪真的是 不只是拉警報 是這個警報一直不會解除 所以是很嚴重的危機到他自己的選情 然後那個剛剛講的四叉貓找 賠這個應該說 鄭育鵬找四叉貓 那鄭育鵬本來就是擅長空戰的 這個在去年選戰被定調為 他是中國棚 這個在中國有開公司 然後有跟中國做生意 有往來的 那一手想要這個撈 桃園市民的選票 一手又要賺中國的鈔票的中國棚 他找了這個四叉貓 當然他是想要從空戰的角度切入 因為他的對手小牛牛許婷議員 他也常上我們的這個節目 那也知道說牛許婷 他本身的空戰的這個聲勢也不弱 那也是形象又很清晰 然後這個來勢洶洶 又是從這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留學回來的這個碩士 所以年輕形象好 然後問政什麼都非常犀利 所以他壓力非常的大 那再加上一些議題的操作 尤其是這個鄭育鵬議題操作不慎 前三個禮拜 也就是說最近一個月內 他狂打這個台積電 就是台積電 當時是他跟鄭文燦拉來桃園的 結果後來被張善政趕走 結果事實是 其實我跟陽明私底下我們都聊過好幾次 台積電當時他在選這個桃園市長的時候 去年然後鄭運鵬就帥 台積電都還沒做宣布喔 他連股東會討論或怎麼樣 跟這個做外界 或者是這種上市公司要有重訓嘛 那都沒有 那直接桃園市政府跟鄭運鵬 就直接在我們桃園很多的地方 開始尤其在龍潭 在我們平鎮龍潭那邊 掛了一堆的帆布說 台積電要來這個桃園的設廠的 跟搶先跟大家宣布 其實當時八字都還沒一帖 然後大家都看到這個鄭運鵬的廣告 然後 完完全全 一頭霧水 真的嗎 真的嗎 就鄭運鵬幫台積電宣布了 結果弄到最後 民進黨的 就抗爭了 不罰民進黨的這個議員 跟議員的老婆 在那邊這個拉白布條 組成製救會 堅決抗爭到死 是他們講的喔 如果真的要蓋台積電 要把他們這些這個牽走 這些兩三千戶的人牽走 他們一定抗爭到死 要用死劍 當時桃園是很頭痛啊 怎麼辦呢 居民要用死劍啊 那不能 再像一個南鐵東移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吧 把這些民眾的財產 他們的老家 他們的房子全部財光光 把人家趕走 那 所以而且重點是 桃園市議員 張兆良 龍潭區的市議員 他老婆都在那邊 自救會抗議了 張兆良 那張兆良或許民進黨說 一堆藍營的這個民代 都在那邊 是 國民黨的議員 國民黨的立委 然後民進黨的議員 民進黨的這些幹部 全部都在那邊抗議 藍綠沒有一個敢離開那邊 當民眾自救會 兩大自救會 在那邊抗議了 在那邊鬥的時候呢 沒有一個民意代表 趕不去的 所以那你民進黨怎麼講 你說國民黨的立委 議員出席抗爭 然後趕走台積電 那你民進黨議員 跟民進黨議員的老婆沒有啊 你在那邊也是一樣 你們根本沒辦法化解嘛 所以怪只怪的 你們當時為什麼要把這個 當作選舉的這個 拿來做一個工坊 說台積電要來了 結果最後弄得沒辦法收場 然後抗爭沒辦法解決 台積電最後決定他不來了 然後結果你看張三聖趕走了 這就是鄭運鵬他的策略 後來他就在開始罵說 張三聖趕走台積電 張三聖他覺得一頭霧水 我去年五月才接獲 如果那個國民黨徵兆 要我來選桃園市長 然後一來選 然後鄭運鵬鄭文燦 你就宣布台積電要來 結果我還沒有搞清楚狀況的時候 今年台積電說不來了 張三聖都還不了解 這整個情況的時候 鄭運鵬就操作這個議題 在廣告猛撒 在地方的電台廣告或怎麼樣 結果引起大家爭議 反而覺得他只要綠的票 他不要藍的票了 所以龜山是比較藍大於綠 魯竹呢是綠大於藍 我現在是說鄭運鵬的選須 所以你說因為他不要藍的票 所以這樣的畫面也很正常就對了 對 他不要藍的票了 他完全認為藍的不會投給他 他認為藍的跟中間選票 跟中間偏藍的都不會投給他 他都覺得這些無所謂 他不要這些票 所以我問地方界 地方界也是講說 那個鄭運鵬就是做這個打算 他只要綠的票就好 可是問綠的票他也沒整合 以他魯竹區的本命盤來講 去年張三聖選舉他還輸給了張三聖 龜山區他輸給張三聖就算了 魯竹區他也輸給張三聖 桃園那十幾個里十二個里 那小快熙那邊 他也輸給了張三聖 都輸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鄭運鵬現在採的是極端措施 所以他現在跟這個對手勢均力敵 也討不到便宜 才會採這種急招 拜拜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無儀 有